可能你的肌肉緊 你想放鬆它,但可能越打越緊 甚至有機會令你的肌肉壞死 它是用一個我們稱為衝擊 你去做肌肉,做一個衝擊波 是幫你放鬆肌肉的筋膜 出動回復活力 做運動之前我想整醒肌肉 大概會用30秒 但如果做運動過後 想做一個回復,大概一至兩分鐘 盡量不要超過兩分鐘 你可以兩分鐘之後休息一下 再用,沒問題 但不要連續維持超過兩分鐘 因為其實本身的作用是 你想幫肌肉的滑溜 做得好一點 但反過來,你保持太久 它就會延遲你的滑溜 像你去按摩 有些人可以頂得力一點 有些人就沒有那麼頂得力 你比較敏感的位置 可以先用低轉數 去感受一下 然後覺得OK了 適應了才用大馬力 其實不需要再用力按下去 其實觸碰著肌肉已經OK 比如不同的按摩頭 比如像現在這個 我手勢不拿這個 這個小球 其實基本上身體 大部份的肌肉都適合 比如有些大部分的肌肉 比如大腿、背部 我們會用一個大一點的頭 效果就會更加好 因為攝拌範圍會比較多 比如有些月位 有些肌肉,有些滑溜 可能會用一些小一點的頭 例如有一個尖嘴的頭 好像我自己為例 我是一個三行鐵人的運動員 我每天都訓練兩至三個禮拜 有空便會用 有空便會鬆 我每天都會用很多次 但是剛才都說過 不要一次保持在同一個肌肉 保持太久 例如有機會 你的肌肉已經很宣軟 那個反應很大 你自己要適可而止 因為你未必頂得住 我會示範怎樣放鬆肩頸位置 我會用一個比較省力的方法 去壓緊按摩槍 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開除 如果想效果更加大 我會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好 好 一開始我會嘗試掃一下 找出我們比較敏感的位置 然後就撐住它 如果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我們可以撐30秒 如果是在你的練習 做回復 可以撐一至兩分進去 好 好 好 我們可以 giant